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第二集 公宇也表示 短剧集和长剧集对于会员拉新的效果同样显著 虽然短剧集的三集制作成本高 但因为集数少 总成本相对更低 因此投资回报率ROI表现更好 从用户需求 创作本身 商业模式来看 短剧集在未来五年内都会成为风口 未来爱奇艺还会对适合于强情节 强剧情 强表演的项目进行综合考量 加强短剧集的投入和创作 爱奇艺副总裁 自制剧开发中心总经理 代言特别强调 爱奇艺的自制剧 无论是内容IP 题材的选择 还是演员选角 制作翻底 都坚持选用最优良的资源 最科学的态度来打造 对爱奇艺来说 优秀短剧集的原创 打造内容创新的新高地 是以内容破局 谋变的重要一环 原创引领 实现受众全覆盖 具体只是爱奇艺打造内容高地的一个环节 其筹划的内容宇宙 布局到影视 综艺 漫画 动画 文学等多个领域 将受众覆盖所有人 内容高地中 一个杀手锏 正是爱奇艺的综艺制作 被誉为今年第一爆款的青春 由你二 无论是选手个性 舞台表现 还是出入舞台的懵懂 和成团之夜的燃炸 热度始终居高不下 让爱奇艺成为互联网时代 当之无愧的造星工厂 而乐队的夏天二夜 重新燃起激情夏天 让无数观众为之疯狂 事实上 无论是偶像类选秀综艺 还是大型原创音乐节目 甚至是辩论节目 爱奇艺都能制造出爆款内容 并持续输出精品 是国内原创综艺的压仓时之一 作为线上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络电影 也是爱奇艺的主战场之一 由于在题材创新 内容把控 团队搭建等方面的优势 爱奇艺在网络电影上 斩获颇多 在8月5日的2020年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互联网 影视精品盛典上 爱奇艺平台 及其自制内容 获得多项大奖 其中破冰行动 唐人街探案 我在未来等你 获得年度精品网络剧大奖 乐队的夏天 我是唱作人获得年度精品综艺大奖 在网络电影方面 爱奇艺平台获得年度网络电影运营大奖 法医宋词 花儿照相馆 毛驴上述获得年度精品网络电影大奖 在动漫方面 爱奇艺也有着深刻的布局 此前通过举办苍穹之星 原创漫画大赛 爱奇艺青春联盟 联合真文大赛等原创比赛 爱奇艺不断聚拢 优质国漫IP 苍穹计划 将优质动漫IP改编成动态漫画 动画 网剧 网大乃至游戏 VR等内容形式 帮助国漫出圈 在为用户提供优质动漫内容的同时 爱奇艺还一直尝试 打通线上线下 比如爱奇艺动漫游戏嘉年华 将二次元三次元打通 不仅传播了优质原创动漫作品 同时可以开发广阔的周边产业 探索新的市场 据爱瑞咨询 2020年中国动漫产业研究报告显示 得益于国内外优质动漫作品的涌现 二次元用户规模 进入到平稳增长期 有望在2020年突破4亿用户大关 伴随着新媒体动漫的崛起 中国动漫产业产值规模已接近2000亿 按照爱奇艺副总裁杨小轩的规划 未来爱奇艺将依托平台强大资源 通过IP合作携手一流制作公司 对具有商业价值和开发潜力的动画项目 进行多类型系统化的开发 游戏方面 爱奇艺走上了一条影游互动 实力打造IP家的道路 从2019年初 由知名电影IP疯狂原始人 授权改编的同名正版手游 到花千古现象级影游互动产品 爱奇艺军大获成功 近期 由日本超人气动画 正版授权开发的手游Rai 从零开始的 一世界生活一 Infinity也即将推出 目前 在视频行业走过十年的爱奇艺 藉由优质内容 专精团队 平台技术 打造了一个受众 全覆盖的原创之路 构筑起爱奇艺的核心竞争力 这也是爱奇艺 能够在视频行业不断创新 和引领的关键 创新求变 拓展新空间 在打造内容高低的同时 创新始终是爱奇艺的标识和诉求 爱奇艺 将创新机制 通过赛马机制 加强定制 与自制合作 搭建强有力的中台支撑 保证创新活力 比如 长视频为主的爱奇艺 在全渠道正式上线了 专业Vlog社区分享平台随客 试水短视频 其目标是成为中国YouTube 形成长短视频 齐头并进的战略 未经许可!